卢之深紧张地咽了下口水后退三步 只见长老一脚将62斤的铲杖炫飞 在众人惊讶目光中伸出右臂稳荡接住翻转至左臂 接着转身一周半把黄纸先飞 长老出家之前名叫周同 是大宋年间著名的武术大师 江湖人称陕西铁壁榜 早年间开了御拳馆做天子一号武师 他的徒弟遍布九州大陆 像河北玉七林卢俊逸 曾投氏史文公和豹子头林冲等 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徒弟 如今行走江湖都是武艺超群响当当的好汉 相传民族英雄岳飞也是他的关门弟子 如今鲁之身有幸得到周同的点拨习得风魔杖法 这才为自己昨日大闹舞台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已 倘若长老要动真格 那是三个自己都不够他打的 而这片空间在周同舞动禅杖的影响下仿佛扭曲 阵阵寒气壁的四周狂风乱作 最后将禅杖抛飞三十米 在掉落之际 用自己强壮的臂膀撞击插入木桩 众人心惊胆寒地看着那入木三分的禅杖 反观长老却面不改色 鲁之身歪着身子 顶着正亮的脑门前去查看 得到长老的英语之后 便开心地随手握住杖饼 想要拔出去纹丝未动 最终使出吃奶的劲 拔出去被反作用力 导致脚跟站不稳 若不是长老以脚底底气厚薄估计 已经被石墨戳死 回过神的鲁之身 这才发现长老原来是个隐藏的高手 当即下跪五体投地